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AM1044就是同样 晚上6点到7点 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 节目的内容都不一样 是 不是重播哟 每一个小时都跟大家聊不一样的内容 是 我们在电台的节目名称叫 室为空间 室为空间 如果说是YouTube的朋友 应该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呢 城广澳文化地景这个地方 是 嗯 它在哪里呢 对 它在成功那附近 靠近成功 是 所以隶属于台东县的成功证 嗯 也就是呢 你呢 用 就是滑东海岸公路 就是台11县 嗯 就是东部海岸公路 大约是在 107.5公里处 嗯 但是如果你开太快的话 可能就会过了 对 像以前我记得 呃 坐车从那边过的时候 一晃眼我会觉得 欸 这种建筑真的蛮特别的 嗯 因为它就在呢 呃公路旁边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 欸 这种建筑的它的风格啊 然后就感觉好像在西部的一些 比较老的一些城镇 才会看得到 嗯 嗯 那城广澳文化地景呢 这地方呢 原本是呢 广恒发商号的遗址 嗯 嗯 那为什么它值得呢 被留下来 是因为它呢 是我们台湾东部的 第一家商号 哦 就像甘马店一样 甘马店哦 杂货铺 杂货铺吗 我觉得它更大呢 更大 嗯 就譬如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 嗯 批发 哦 大盘商 大盘商 哦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走边 嗯 对 那在这个地井公园里面呢 会有一只螃蟹 哦 对 那个做起来像那个螃蟹一样 非常大的一只螃蟹 嗯 就在那个公园那边 嗯 那因为呢 城廣澳这里又称为是小港 嗯 以前 应该说一直到现在 你只要问说 呃就是台东的相亲朋友 通常他会说成功就是修港 哦 修港 是因为这一个港口呢 在早期的时候呢 是非常繁忙的一个渔港 嗯 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深水的港湾 嗯 所以它可以停泊比较大的商船 嗯 是 那为什么呢 呃在这边会做一个异象 就是做一只螃蟹 其实跟它的地形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嗯 就是它港湾就是比较像那种 好像那个大螃蟹 嗯 有没有 那个两只螃蟹这样 刚好把它环抱起来 对 就是把这个海湾呢抱住 嗯 对 那呃 以前因为听说就是有 港澳地区的汉人 嗯 呃所以 呃很早期在明末的时代 就有汉人在那个地方经商 是 然后呢 呃也因此呢 就把这个港湾呢 叫做澳宅 哦对 那再加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它的这个海湾的这个形状 跟螃蟹两个熬 嗯 非常的相似 嗯 然后把它这个港湾抱住 所以又叫做巡广熬 哦对 就是那种鸡骂有没有 是 对 那在远方你还可以望见三仙台 哦 嗯嗯 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是 那陈广奥呢 他是清代时期汉人在东海岸非常重要的据点哦 嗯 那屏东内埔的客家人呢 温泰坤在光绪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1894年的时候 来到了这个地方陈广奥 他就创建了东海岸的第一家商号 嗯 嗯 叫做广横发商号 嗯嗯嗯 是 那时候就一直会搞不太清楚 到底他叫是 呃 广横发呢 还是叫 陈广奥 寻广奥 对 我就一直分不清楚哦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呢 这家的商号呢 是东海岸的第一家 然后也是当时呢 花东海岸线上的最大的 杂货商铺 嗯 是 他贩卖着米啊 盐啊 这些的日常生活用品 嗯 而且呢 他利用了这一个小港 就是这个港口之变呢 直接的就 嗯 从这个西部 把这个物资 运到了后山 哦 嗯 那你就可以想而知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嗯 嗯 他 应该是非常的 繁盛 嗯嗯 所以其实从他的遗址哦 我们所看到的 虽然已经 有点被破坏了 你只剩下一些的 呃 少许的痕迹 可是你却可以看出他宏伟的地方 而且这种建筑很特别的是 他是全部的用食材 嗯 所建造而成的 是 我们以前就是像一般的 像米南建筑 嗯 他可能是用那个 砖头 红砖 嗯 或者是用那个 泥土 嗯 類似这样 嗯 可是他是用石头 嗯 嘿 超厉害的 嗯 那当然他 他这个地方 好像是因为 花 呃 台十一线要拓宽 嗯 所以他整个主要的 这个建物 就好像 当时就 遭到破坏 在85年的时候 东海岸呢 就是东部海岸公路 在进行拓宽工程的时候 然后他北侧的牌楼 嗯 被破坏掉了 对啊 所以都仅遗留了这个建筑物商行的历练 还有他的很特别的 呃叫做 呃 那个叫做什么 装拱齐楼式的 呃 嗯 对 嗯 所以 嗯 就蛮可惜的啦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哦 他的那个建物 嗯 虽然 只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 呵呵 这种音质 还好就是说呢 哦 我们有把它当作是一个 呃 一个文化地景 嗯 来做 哦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嗯 整理啦 嗯 所以不至于被杂草掩盖住 对 就事后那个 大家还有再去管理维护他的地方 或者做一些记录 让大家知道说 哦 原来这里曾经有 至少他不是整个都不见啦 嗯 那刚才一下我有提到过说 这个建物很像那个西部地区 因为他是采取巴洛克式的 有点西洋式的建筑风格 所以你会觉得 呃 突然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物 在东海岸地区 确实是非常的嗯 少见 对啊 真的很少见 尤其他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来讲会觉得说 诶 好像 嗯 花冬热闹的地方大概你会想说 诶 可能是诶 应该至少这个建物可能会出现在花莲啊 玉璃啦 或者说 那个 台东啊 这些地方 结果他竟然是在台市一线的一个小地方 对啊 就 应该是说就是他的地形 然后 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深水的港湾 所以让这个 比较大的商船可以停靠啊 嗯 对啊 在以前的那个时代 大家都是航海的时代 就大概都是需要靠港湾 有港口来做一个船运啊 运送物资啊什么的 嗯 嗯 我如果经过有时间呢 通常都会下去走一走 看一下 那从陈广奥文化地景的这个地方呢 你往海边走 往东边走 你就可以能看到他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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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管奥又称为小港 那天后宫烧到了 所以让那个 天后宫的这个茅草屋全部都被烧毁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呢 在隔年信徒呢 再去集资 修建成了一栋水泥庙 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屋顶啊 都就是那种 梁柱啊都被水泥给取代了 就是看不 看不出来是那种 1871年的那种老式建筑 因为之前应该都是用木头 嗯嗯 所建造的 那是因为后来 被烧毁了 对 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 那 呃 当然他这里呢 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呢 呃 我们先 呃 来先听 我们的 嗯 阿隆导游 来跟我们做介绍 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补充 成功呢 救命马老肉 那马老肉的这个传说呢 说法不一 那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说 这个马老肉由来是什么 那后来马老肉这个地方 改名叫做 清港 那在战后的时候呢 又改名叫成功 那其实呢 早期后这个地方又叫做 所谓的巡广奥 巡广奥 那巡广奥就像我阿隆 生前这只螃蟹一样 它其实就像一个巡 的一个蟹角 巡广奥这个港湾呢 就像蟹角包围住 所形成的港湾 那居民就觉得说这个像螃蟹的脚 命名就叫巡广奥 那其实在福建籍呢 那时候有一位刘靖来先生呢 他那时候从鹿港那边 从八通光古道 从浦里 一直到玉里的浦斯阁这边 然后将鹿港天后宫的那边的妈祖 分林过来这里 盖了一间小庙 当时这间小庙 它都是用茅草屋所搭建的一个小庙 那在1949年的时候呢 这间小庙不幸发生大火 就是巡广奥这边这附近 发生大火 那延烧到这间小庙 造成这个小庙 复制一具 当地的民众发愿 要集资 再把这间小庙呢 重新再把它修建起来 后来修建完工之后呢 这间小庙 就成为了东海岸 第一间 马祖庙 那巡广奥这个港湾呢 那甚至 后来的成功渔港 也叫做新港渔港 那也是整个东海岸 最大的渔港 也是汉人登陆 最早的一个渔港 那巡广奥这边也是 在青铜制年间 陆续的都有汉人移居在这边 城广奥这边的天后宫 当时 刘敬南先生 从鹿港天后宫 移林过来的这个妈祖 所建建的这个天后宫 也成为东台湾 东部海岸 的第一座天后宫 那后来新建之后 大部分用水泥 来重塑这间庙 规模也比较大建一点 本身庙的一些彩绘方面 当时想要说请西部的师傅 因为我们这边东部的师傅 比较没有那种彩绘的一些技术在 想要请西部的师傅 来为这间庙来做个彩绘 但是当时请不到西部的师傅 那于是呢 就利用这边当地的原住民 平谱族来彩绘 有八位来负责这个庙的一个彩绘动作 那也成为了整个台湾唯一 由原住民来协力 来完成这个庙宇的一个首例 所以民众来到这个地方 也可以来究竟观赏一下 原住民一起跟汉人合力完成的一些庙 那这个地方其实文化遗址也很丰富 像身边这座遗址叫做恒广发商号 那也是当时的西部的一个移民 温先生移民到这边 然后把一些民生物资 他算是大盘商 然后再发售给一些零售商来做贩售 他成了整个东部海岸最大的一个商号 那因为年代久远 那这个因为道路又拓宽 所以这个遗址年久失修 也慢慢的废弃 那现在目前就只剩下一些部分 还保留在这边 所以大家来前往群岗这边游览的时候 也可以来这个遗址以及天后宫观赏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龙导游 目前担任华语导游英文领队 跟着我的脚步游台湾 让你更加认识台湾民族多元化 台湾物种多样性 从高山玩到大海 从使节时代玩到科技时代 从外踏空玩到土地公 从旅游的广度 进阶到旅行的深度 好 对啊 也许人家师傅他也想说 哦 路途遥远 不想过来 因为他可能要跋山涉水 是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那间庙蛮可惜的 但是有其他的一个历史地位在 嗯 虽然我们看不到呢 那种传统式的那种可能 清明清时代的那一个建筑物 嗯 但是呃 从他的历史的意义来讲呢 他是东部的第一座 供奉马祖的地方 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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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能算东部这样 东海岸 东海岸而已啦 嗯 也算蛮那个 东海岸那个低座嘛 嗯 没错 嗯 所以呃 在呃 这个文化地景的部分呢 呃 确实是可以感受到那个 时代 嗯 一些的氛围 嗯 那边的一些的呃 说明 哦 还有一些的碑文 嗯 我觉得去那边呢 除了看他的巴洛斯建筑之外 也可以呢 去好好的去呃 看一下那边的指示牌 你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 对啊 像那天我去那边看 哎 他地上有一个铁 铁的那个板 铁板 类似地图的东西 对 地图的东西 好像那种以前的 人家手绘的地图 有没有 嗯 然后手绘的地图 它把一个非常古早的 的那种方式 然后就是一小块 就可以画整个好 譬如说花莲中区到台海东的陷阱 都把它南瓜进去 嗯嗯嗯 所以不只是呢呃 你可以低头 还可以发现很多的东西 对 当然在那个时候呃 因为有其一些的背景啊 历史的一些呃 可能是时代的动乱或什么的 所以那边也发生了一些的呃 事件 是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 纯粹的带大家来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景的呃 呃 就是它的面貌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呃 不讲那个呃 历史的部分 历史的一些部分 那对于呃 呃 这个呃 虽然呢 北侧的牌楼被破坏掉了 嗯 仅存三分之一 可以看到它的断圆产比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呢 从中去想像 它当时的 繁华的一些的景象 是 嗯 所以它是东海岸历史人文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那另外呢 呃 我们要说的就是呢 嗯 嗯 在这个文化地点上面 还有一 一整排的十柱的走廊 嗯 在这个十柱上面也刻着 有关于 陈广奥事件 也有陈的 麻辣烙事件 嗯 有一些的 纪念跟寝思 嗯 嗯 还有就是呢 在这个地方 嗯 因为我们 从东海岸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成功从 三仙台到十余山 这个 这个之间 就是有 史前时代 就已经有人居住了 嗯 那这个时期就是在 新石器时期的晚期 嗯 那 这个遗址呢 是 小马文化 是 那旁边 稍微 不远处 还有一个麒麟文化 嗯 对 所以在1980年代 其实成功证的居民 在整地的时候 也发掘了不少的 呃 这个遗址 嗯 像哦 石器啦 还有那个 玉珠饰品 之类的东西 所以 政公所呢 向这个 县政府承报之后呢 就派了这个 考古队 好 在那一带呢 去 做一些的 调查 嗯 就确认之后呢 证实 它那个地方呢 其实是 还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哦 所以不不仅仅是那个文化地貌可以看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 呃 在这里呢 是刚好是这两处遗址的交界处 就在小港的小丘上 哦 嗯 所以是很值得大家停留的地方 是是是 嗯 但是有时候 就是 在呃 开车的时候 真的不要冲太快 对 对 对 有时候 要稍微停一下 那个脚步 然后好好 驻足 然后去浏览一下 你才知道说 诶 原来这边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这个地方 嗯 对 就是我们今天呢 呃 就是 请我们的阿龙导游 好 带大家呢 来认识一下 城廣澳文化地貌 嗯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还有收看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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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